梢子 哎 表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对啊 回来晚几天 姑姑在家吗 我当然在家了 不在家 我能去哪里呀 你呀 家那么远 都几年没回来了 姑姑 我找你有件事 什么事啊 还大老远跑过来 姑姑能不能接 上次说的那个情错了 怎么样 哎 表妹 你这么回来了 是啊 表哥 冰冰 你刚刚说的啥事啊 没 没什么事 我家那么远 难得回来一趟 当然过来看完你们啊 那晚上可要一起在家吃饭 你太久没回来了 老家变化可不小呢 妈说的对 双双 一会儿带表妹出去逛逛 我工地还有事 得先走了 嗯 好 表哥 你慢点 好 嗯 那我出门准备东西 姑姑 这个给你 好 表妹 走 我们出门逛逛 好 嫂子啊 刚才表哥找伯伯拿钱是要干嘛用啊 他呀 想买他挖土地自己开 差点钱了 所以才找伯伯拿的 哎 你问这个干嘛啊 没 没什么 我就好奇问一下 嗯 表妹 我跟你说 上面瀑布可美了 我带你去看 到了就是这里 好看吗 哇 好漂亮 真的 人间仙地 小美 你家那么远过得幸福吗 博南风对我挺好的 我感觉挺幸福的 孩子 我婆婆跟老冬都会照顾 家里的事基本上都不用我操心 那就好 我们都是眼价的 大家都说眼价是一场好赌 还好婆婆跟阿芬对我挺好的 要不然我肯定后悔死了 我老公也特别贴心 我没有工作 他每个月工作都按时交给我了 嗯 这点就够了 冰冰你先走 去下洗手机 妈 姑姑他们自己也要用钱 我不好意思开口戒啊 你不要太着急了 我再打电话给阿勇吧 阿勇 我从来没向你开口要过钱 我妈这次生病确实很严重 你帮我再想想办法 明天就要手术了 你自己也不做 全靠我一个人来 我妈是空的上的一面这样的事情 自己想办法 表妹 你怎么了 没 没什么事 时候不早 我们先回去吧 阿勇 把你洗吧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用了 我这一洗就可以 没事 我早没办法给我满了 不用了 婆婆 你就让表妹洗吧 你过来帮我干嘛 阿勇 您是有什么事啊 婆婆 刚我以前听到表妹原来是来我们家借钱 她也给她老公打电话 当时她老公不愿意给她钱 她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好像舅妈生病又动手术 蛤 这孩子怎么都不跟我说一下 估计她不好意思开课 还让我们觉得她过得很幸福 我刚才知道她老公原来对她并不是那么好 我还一直以为阿勇对病并很好 原来都是装的 婆婆 要不我们帮帮她吧 当时我要怎么跟阿勇说 确实我跟她说好 这笔钱是准备给她换挖土机的 挖土机可以晚点再买 但是舅妈的病不能再拖了 嗯 你分析的对 我先给阿勇打个电话 好的妈 我还可以在这里先上班 舅妈的病比较重要 还是先给她吧 好 那就这样决定吧 我更好 咱们 老婆 第一次 碧槽 其他人 再开 第一次 接着 别人 我再开 老婆 哪里 快 在烧 表妹 姑姑说你最爱吃分血粮糕了 宾宾 这些钱你先拿着印记 姑姑 你这是 我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呢 我知道你这钱要给表哥用的呀 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你妈的病比较急 你先拿去用 姑姑 我知道你这钱的用途 所以我一开始不好意思跟你开口 傻丫头 我是你姑姑 亲戚之间都不帮 那还算亲了吗 以后有什么事要对我们说 不用想那么多 姑姑还好有你 要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要过得好 我们以后有你高兴的 要是过不好要跟我们说 能帮的我们一定会帮 谢谢嫂子 你也是远嫁了 确实嫁对了 虽然姑姑家条件不好 我看得出来你过得比我幸福 姑姑疼你 表哥有淡淡 要是我跟你一样 我就知足了 阿芬虽然不懂了 但是每次也用行动说话 你也很孝顺 一切会好起来的